大家好 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天 可以說這一整個星期 AI news 都會非常特別 如果各位看得出來的話 我不在辦公室裡面 我是在我家的書房 雖然叫做書房 但是沒有任何一本書 但是有一堆槍喔 今天呢 我會在家錄影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我是一個英雄 我這個週末 戰勝了現在 讓全世界恐慌的 OMICRON 是的 我得了COVID 我全家都得了COVID 今天就來讓我來分享一下 我的經驗 還有我對我自己 還有我身邊的人 在我的觀察下面 對於疫苗疫情的看法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OMICRON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逃不掉的一個東西了 如果你聽到那個CDC他們這樣說的話 不過如果你在乎你的健康的話 還是有東西你是可以避免的 例如說你的指甲油 如果是那種添加什麼化學物質的那種 有害的指甲油的話 要怎麼保護自己不被傷害呢 就是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在你的身邊 指甲油就要使用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10-3的Niji Nails 人要活得漂亮健康 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ails 顏色眾多 帶亮片沒有帶亮片的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就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 news 10就可以享受10% off的優惠 Niji Nails的指甲油很安全 連小孩都可以使用喔 那各位 對我得病的故事會有興趣嗎 你看我今天是不是特別man 我特別把鬍子留出來看看 會不會看起來比較狼狽一點 或許對我得病沒有什麼興趣吧 但是我認為我還是要分享一下 當然這是一個新聞頻道 不是我個人的部落格 所以說在我分享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看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那還記得AOC去佛州沒有戴口罩 然後跟那個變裝皇后親啊抱啊之類的嗎 他也得了COVID 看來我們真的不能跟他約會了 因為他現在要被隔離了 新年才開始一個多禮拜 大家都有新年新目標啊 新年決心之類的 New Year's Resolution 那我目前是反對去做這個樣子的事情的 因為我做過很多次 然後我只要做了New Year's Resolution 就鐵定失敗 我發現換一個新月曆 或者是新年新希望 並不太能幫助我改變我的生活習慣 如果說我要對我自己做任何改變的話 我就必須要當下去做改變 不能等到什麼1月1號再做之類的 例如說如果你想要健身的話 你就現在馬上開始做福利挺身 如果你想要吃得健康的話 你就應該把現在把你手上的薯條 或是餅乾放下去 或是綠豆泡泡之類的 那你想要讀聖經的話 你就應該馬上開始讀 不然你永遠都在創世紀 當你在等待一個時間的轉折點的時候 其實就表示你其實對這件事情是 沒那麼在意的 大多數認真的決心 認真的Resolution的話 是很安靜的 你不需要一個New Year's Party 或是什麼外面放煙火的時候 然後你也不需要跟別人講 你想做的話 你想要改變的話 你真的想改變的話 你就真的會去改變 簡單的說就是 如果你現在不想做的話 你怎麼會認為 未來的你會真的去做 我為什麼會提到New Year's Resolution呢 都已經過了一個多禮拜了 對不對 我想要建議大家有兩個Resolution OK 然後是現在就可以去做的 就是重新了解 還有使用你的基本常識 我們這個世代一直在洗腦我們 我們不要相信我們的基本常識 甚至我們要攻擊我們的基本常識 我們無法會自己做出合理的 合常理的 然後符合自己常識的決定 我們被洗腦到我們 不敢使用我們自己的基本常識 那包括就是我們在節目上面 常常提到的什麼性別的區別之類的 原本是全世界都知道男人跟女人不同 結果這個世界竟然把我們逼的相信 男人跟女人是一樣的 造成的就是 一個大男人說自己是女的 就可以跑去女子的游泳隊去比賽了 結果破了女子的游泳紀錄 那最新的紀錄呢 是來自一個女變男的變性人 他打敗了之前的這個男變女的這個紀錄 這個人呢叫做 Isaac Hing Hang 看名字好像是猶太人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基本常識 我們很早之前就已經講過了 戴一層布在你臉上 可能對於防備新冠肺炎沒有什麼用 因為病毒的例子很小 一定可以穿過口罩 但是我們不能說 因為我們說了的話會不會靜音 直到最近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爾街日報 出了一篇文章 或許 口罩抵抗Omicron傳播可能沒什麼用 真的齁 怎麼可能會有人發現啊 其實很多人早就發現了 只是不能說出來而已 還有如果我們限制我們的小孩 讓他們無法正常的學習 只因為一個對他們基本上 沒有任何傷害的病毒的話 其實就是在傷害他們 這也是基本常識 但是不能說 不能違背CDC Dr. Fauci 如果我們說出來的話 我們就是一些什麼心理變態 我們在殺老師 我們在殺小孩 然後在逼他們自殺 然後在殺我們自己 直到左派的媒體CNN 自己也開始說同樣的東西 前幾天 Brian Stelter 在CNN他自己的節目上面 說的好像 他是歷史上第一個 有這個樣子的想法的人 在某些媒體CNN 在某些媒體CNN 在某些媒體裡 在某些媒體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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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在某些媒體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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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這個樣子 還記得我們之前講過 醫院的新冠肺炎的病患灌水嗎 這邊不能說 因為說了就被禁言 結果現在 連Dr. Fauci自己都出來說了 這些東西的確是被灌水的 我們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聽歸們多率著疫苗 верх光是 appreciation 比別的太陽 可能證明對疫苗 如果呃真的 deux病 他們都在 compares認訌 球尤其是疫苗 以及 맞아요 好的疫苗 肢在疫苗 他們在某些內罪 或 infectして 比我們7 非常 Santos 所以會超越數據 幾個的孩子 被疫情跟疫情 比起疫情跟疫情 傳播恐懼是他們的目的 導致我們現在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政府要我們停止我們的人生 來去服從他們 讓我們怕的哪裡都不能去 不過在這裡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 就是 以色列又開放了 加南美帝旅遊公司推出來的行程 也全部都在裡面 埃及以色列的蒙福之旅 我們一直在提倡的東西就是 不要害怕 你要活出你的人生 不要再等什麼 等局勢穩定的再去 疫情結束的再去 有錢的再去 退休的再去 我們的活著的目的 是要活出更豐盛的人生 而不是活出最長的人生 馬土薩拉 是聖經裡面最長寿的一個人 他活到了969歲 但是整本聖經裡面 關於他的事蹟就只有在 創世紀5章27節有一段話 就是在說他活到了969歲 也就是說 他的人生裡面 可能除了活得很長以外 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 或許我是錯的 或許各位如果有什麼 哪一個人研究以諾蘇的人 可以來糾正我 但是 我提到他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追求的是更豐盛的人生 是要追隨神給我們的命定 Have a full life OK 不是一個最長的 然後最安全的人生 所以說現在就打電話給 Pamela或者是Wendy 11877-737-9937 11877-737-9937 不管你住在哪一周 不管你是不是剛信主 這次你可以親自的去聖地一趟 享受美食 看漂亮的風景 而且在神應許的地方 好好地休息沉澱 讓回來服侍的時候更有動力 而且讓看聖經變得更真實 這次的行程截止日期是1月30號 時間不多了 所以說大家趕快趁這個機會 去一趟以色列 好我們回到剛剛的這個新聞 Dr. Felci 那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們在一年前就已經說過了 但是我們說的話會被禁言 會被fact check 我還被基督教的Facebook團體 提出過 因為我叫大家說不要害怕 要好好過自己的人生 相信耶穌不要害怕病毒 結果管理員說 我PO的文太政治 所以說不只是左派 就連基督徒的團體 教會的團體 很多都無法使用基本常識 我還記得我加入過一個 Telegram的群組 是要說Homeschooling的 然後我就把我們之前做了什麼 Falton County的影片啊 還有維吉尼亞州變性男 在女廁裡面強姦女生的新聞啊 還有那個媽媽在學校圖書館找到 戀童癖 性變態的書籍傳到那個 chat room裡面 然後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Public school在幹什麼 然後呢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執行 Homeschooling 結果 我被管理員踢掉 因為這些 影片 太政治 OK 跟家庭教育沒有關係 他們只推行他們的課程 然後這個就是 基督教 這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 都應該去做的事情 重新學習 並且使用 基本常識 來過生活 不要 不要再被這麼多意識形態來扭曲 那第二個 我覺得新年的決心的建議就是 不要活在恐懼之下 我們講過好多次了 特別是 COVID 如果你還在害怕COVID的話 表示你真的沒有怎麼使用基本常識 我現在有點資格說這些東西了 因為我這個周末得到了最新的 Omicron 我全家都得到了 我太太的姐姐 星期三的時候確診 然後我看他沒什麼事 該吃什麼吃什麼 然後該喝什麼 覺得應該沒有什麼事吧 結果星期五下午的時候 我就開始全身發冷 發燒 然後感覺不舒服 然後 全身無力 發燒然後一直睡 每四個小時 吃一次退燒藥 這個樣子 Tinanol 星期六的時候呢 我更是躺在床上一整天 也是一直在燒 然後蓋兩層棉被都覺得冷 小孩又吵跑來跑去的 他們好像 有一點COVID的跡象都沒有 但是 他們一開始也有發燒 只不過燒了兩個小時之後 就吃了退燒藥 醉個焦他們就好了 星期天的時候我還是感覺很弱 很懶 然後也是什麼都不想做 但是我很確定的就是 我已經沒有在病了 除了偶爾會咳嗽 然後喉嚨會癢癢的之外 還有 偶爾的低燒 所以說這一切 其實並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我並沒有覺得 Omicron跟一般的感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 甚至我覺得一般的流行性感冒 比Omicron還要嚴重 我之前得過流感 我是真的有 因為流感去醫院 然後 真的很痛苦 那個高燒是真的你覺得你要死掉了 然後全真皮膚都在痛的那一種 那Omicron就只是 很煩而已 特別是星期六 我滴燒了一整天 或許這只是我個人經歷而已 但是根據統計數字來看的話 Omicron的症狀的確是 沒有那麼嚴重的 那一開始 提到我全家都得了 我在這裡 就利用我自己親眼看到的 來做一個統計 OK 我岳母 還有我太太她姐 還有我太太她妹 全部都有打疫苗 他們是 幼教老師 護士 還有老師 所以說他們都已經 打好打滿了 有幾針就打幾針 這個樣子 那他們的症狀就比較輕微 燒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就好了 那我們全家都沒有打疫苗 但是 我太太之前懷孕的時候 懷小女兒的時候 有得過新冠肺炎 當時還是Delta 最危險的時候 那為什麼沒有傳染給我 我不知道 但是 這一次他完全沒有影響 那可能也是因為 他懷孕的時候 是 他是懷著我的小女兒嘛 所以說 我的小女兒也沒有任何的症狀 也沒有發燒 那我的大女兒 星期六早上的時候就發燒了兩個小時 然後吃完藥之後就 風起來跟猴子一樣 我覺得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得了COVID 整個裡面 症狀最嚴重的大概就是我了 我整整燒了一天 24小時 然後現在都還會有一點就是 有時候暈暈的這樣子 那依照我的親身經歷 跟我的觀察 還有就是看這些家人 我認為 第一個 疫苗沒有辦法 抵抗這個病毒的散播 我的 岳母 我太太的他姐 我太太的他妹 打了疫苗之後 還中獎 而且 他們還是傳染給我的 OK 但是不是像 Joe Biden說那種什麼 This is the pandemic of the unvaccinated We're still in a pandemic of the unvaccinated OK 現在是他們 vaccinated 傳給我的 OK 但是他們很明顯的 他們症狀是 比我少很多的 也就是說疫苗 或許 的確可以幫助絕大多數的人 減輕他們的症狀吧 不過是個有風險的 我有認識一個人他打了之後就 腦子裡有灰灰的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去做那個 MRI 檢查的時候 然後講話開始有問題 我也認識一個人他打了之後 隔幾個月就死掉了 所以說 我不完全相信疫苗 那第二個就是呢 COVID 真的不會對小孩產生任何影響 發燒兩個小時 吃個藥就好了 而且 小孩真的不需要打疫苗 疫苗對於小孩的殺傷力 遠遠高於 病毒對於小孩的殺傷力 那第三個就是 最好的疫苗就是COVID本身 我太太這次 基本上是完全沒事 在一個全家 都病在床上的這個 健康人士 這個周末他 洗碗洗衣服 打掃家裡 帶小孩 全部都是他做的 所以他如果真的病了的話 絕對不是COVID 最重要的是COVID 沒什麼好怕的 透過這一次的親身經歷 我學到了什麼呢 就是 什麼都沒有 我在之前就已經全部知道了 我生病了 然後 我病好了 這就是基本常識 疾病在這個世界上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在這個世界上 的病毒 跟天上的星星一樣多 有些病毒是會感染人類的 有些病毒是比新冠肺炎還要可怕的 這個世界上也有超過100種 癌症 每年美國有超過50萬的人死於癌症 有各式各樣的細菌在空中飛 然後很多是可以抵抗抗生素的 然後很多是我們還沒有發現的 而疾病 只是 眾多危險中的其中一個而已 你每次開車的時候 你都可能被 跟你同時開車的 白目攻擊 甚至你在家裡 你的屋頂可能會塌下來 就像我是一個宅男 我從來不出門的 我為什麼會得 就是因為我太太的姐姐 帶回來了 然後我就得了 所以說有各式各樣的事情 我們的世界有各式各樣的威脅 殺人犯被 Kamala Harris放出來 墨西哥幫派從南邊衝進來 恐怖分子就在美國本土 還有什麼Antifa BLM 各式各樣的神經病 這還是我們生活圈裡面可能發生的事情 還不包括什麼 天災 地震 森林大火 暴雨 各式各樣的 致命的東西 所以說我想要說的就是 新年快樂 如果說你今年想要找什麼東西 讓你害怕的話 你有很多選擇 每一個都比COVID 可怕很多 更值得你害怕 那 更好的選擇就是 不要 把自己的人生 擺在恐懼上面 好好過你的人生 活出一個有目標 有命定 有熱情的人生 恐懼只會讓你更退縮 我們最主要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認識自己的identity 不是我們怎麼看自己的 而是要了解 神是怎麼看我們的 例如像說 MyID這間公司 定期使用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 MyID面膜 這個特殊配方 全世界只有這一家有 所有的暗瘡 皺紋 青春痘 粉刺 全部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個樣子 MyID的創辦人 成立這家高檔的 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要呼籲群眾對於人口販賣者 這個惡行的警覺性 還有對受害者 進行實質的幫助 受害者如果沒有被醫治 還有幫助的 重新回到 正常的社會生活的話 他們將會是我們不知道 何時何地 或是誰會 爆炸的定時炸彈 隨時會爆炸 你在 購買 購買時使用折扣碼 AINews 全部大寫 所有的利潤都會拿去幫助這些被摧殘的兒童 有部分會來幫助到 AINews 繼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面膜實在是太好用了 現在就使用 AINews的折扣碼 還送 25元的眼膜 所以現在就去買id.live來購買吧 好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News 不好意思今天有點亂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訊主播Danny 以下為大家播報一則社區活動消息 有位英國人曾說 假使我有千磅英幣 中國可以全數之取 假使我有千條性命 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而他的第五代子孫 繼續效法這樣的精神 你會覺得感動 震驚 還是覺得他們是傻子 你渴望一個全新的開始嗎 邀請您 一起來聽聽這位說著流利中文的英國人 他怎麼說 2022年1月22日 星期六 美東時間下午7點30分 美西時間下午4點30分 線上直播 由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代替宗牧師 帶您了解 如何擁有嶄新的生活和生命 詳情請恰 北美好消息電視台 909-594-5599 909-594-5599 明天下午219 下次見 明天下午8點30分